说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老实人 是一个能干的丈夫 是一个疼爱孩子的父亲 是一个有心房 有心车的35岁的农民 但他在六天之内 却杀死了12人 杀伤了5人 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吉林血案 在他的屠刀下 有无辜的遇害群众 有不幸的古兮老人 还有儿时一起玩的玩伴 为了抓捕这名罪犯 警方出动了万人搜捕队伍 浩浩荡荡的展开了搜山行动 而这个人在被抓获之后 却高声呼喊自己是被逼杀人的 难道说这其中另有隐情吗 一个老实人 为什么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魔王呢 今天咱们就透过这起案件的主人公的复杂的一生 来说说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 2006年9月23号早晨 吉林省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的村民们一觉醒来 跟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在这座村子的村东头 住着一位村里的成功人士 他叫石岳君 通俗来讲 石岳君的职业是个屠夫 靠着屠宰生猪卖猪肉 逐渐发家致富 他从18岁辍学之后 就开始在村子里面杀猪卖肉 奋斗了十几年 日子越过越好 在村子里也算是比较富裕的 可以称得上是 用双手来勤劳致富的成功人士 作为成功人士 他家的房子自然也是比较气派的 有一个大院 院外边是他家的田地 院里边有三间大瓦房 看起来很阔气 在房子一侧 有猪圈 宰猪场和放猪肉的作坊 而另一侧 还有一个带铁门的大车库 里面停着一台刚买的福田牌 白色小货车 那两年猪肉生意很好 十月君又能干 因此挣了一些钱 一家人可以说生活的是有滋有味 有头有脸 这天清早起来 十月君跟平时一样 开着他的白色小货车 到了隔壁的和平乡 大力沟村 买了四头生猪 准备杀掉之后 等周末到通化县干沟乡 去赶集卖猪肉 四头生猪拉回来 把这些猪都放到了自家猪圈里 然后他开始磨刀祸祸 准备开工 这个十月君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他这辈子没什么爱好 除了杀猪就只喜欢听歌了 因此他在杀猪之前 都喜欢先放两首歌 来助助兴 然后再开始工作 但此时的十月君 虽然一边放着歌 气氛挺愉快 可他的内心当中 却是相当的烦躁 这是因为 在他的心里 一直都憋着一件事 什么事呢 在前段时间 通化县二密镇 有一个他的同行 也是一个屠宰户 叫李振军 这个李振军 仗着家里有关系 把二密镇的屠宰点给承包了 为什么要承包这个屠宰点呢 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 那段时间 刚刚颁布了一个新规定 为了保证商品猪肉的安全健康 周围的这个临近村镇的肉贩子 都要到二密镇的屠宰点 去进行集中屠宰 集中屠宰完 进行检疫之后 才允许到市场上销售 这为的是保障生猪的安全健康 但是这个屠宰点给你杀猪 给你检疫 也不能白干 需要交屠宰费 交检疫费 一头猪 总共要交63块钱 所以那个李振军呢 就把屠宰点给承包了 因为他感觉这里面有利可图 通过这个屠宰费和检疫费 可以拿到一些抽成 这不白赚钱吗 但是这样的一个新规定 对于十月君这样的普通屠户来说 显然就不那么友好了 本来平时自己在家里边 自己杀自己卖 一分钱不用交 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这猪还没卖出去 就先得给人家掏钱 让人家杀 让人家检疫 这得少赚多少钱 所以十月君的心里边 非常不高兴 当然这还是次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承包屠宰点的这个人 这个李振军 用十月君的话来说 这个李振军啊 就是一臭无赖 他经常高价收费 人家检疫费收50 他收80 有好几次 有人不满意 去跟他理论 但没想到李振军二话不说 出手打人 给人家打得鼻青脸肿 不说 末了还得乖乖的按规矩 按数交钱 经过这些无良的承包人 层层剥削下来 十月君杀一头猪 就挣不了几个钱 可是不去屠宰点杀猪的话呢 他又不能获得这个简易合格证明 这猪肉又很难卖出去 更何况 十月君 他也惹不起李振军 因此实在没办法 他只好乖乖的去屠宰点杀猪 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为了让自己能够减少一点损失 每次去这个屠宰点杀猪之前 他都会在家里边自己先杀一头 然后带着肉 再拉着另一头没有杀的猪 到屠宰点去宰杀简易 说白了 他是想把自己杀的这头猪的猪肉 再掺到这个屠宰点 杀的那个猪的猪肉里面 假装这两头猪都是屠宰点杀的 都简易了 那这样的话 不就能够省下一头猪的这个 简易和屠杀费用了吗 但是那个李振军啊 非常狡猾 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直接就把十月君杀完的这个猪肉 给扯出来 扔到了一边 说你这个不行啊 你这猪没有经过简易啊 不能上街卖 十月君毕竟自己是投机取巧啊 他在一边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那后来呢 有一次十月君不服气 还想再试试 就又自己杀了一头 带上杀好的猪肉 和另一头没杀的猪 又到屠宰点了 结果又被李振军发现了 李振军对他破口大骂 还要罚他三万块钱 这十月君一听 立马就急了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哪有罚三万的呀 后来他是求爷爷告奶奶 终于是通过一个熟人好说歹说 末了交了几千块的罚款 但几千块也不少了 末了算下来 这一趟自己是一分钱没挣着 还搭进去好几头猪的钱 这几档子事啊 把事前如命的十月君给气坏了 一怒之下 他的心里边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他心想 如果李振军再这样搞自己 干脆就把他给杀死 看着圈里的猪 算着减少的利润 随着时间推移 内心的愤怒和复仇的怒火 让十月君茶饭不思 整天烦躁不安 家人感到奇怪 就带着他去看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听了十月君的情况 嘱咐他要放宽心胸 到外面走一走玩一玩 于是妻子就带着他到南方去玩了一圈 但是好像没什么效果 确实 十月君这人呢 的确是踏实能干 但他小时候穷怕了 长大之后呢 因此就特别爱钱 而且护实 所以李振军这事啊 他轻易放不下 尽管说当时玩的很开心 但是一回到家里 看见猪圈里那几头没宰的猪 十月君这怒火立马又上来了 所以咱们再把视线拉回到06年9月23号这天 这天早晨 他不是买了四头生猪吗 本来也想跟之前一样 先自己杀两头 然后浑水摸鱼送去检疫 但是仔细一琢磨 回想之前 因此被罚了几千块钱 他又放弃了 心想还是硬着头皮 到李振军的屠宰点去杀猪吧 可是一想到李振军的嘴脸 还有他平时的行事作风 十月君就感觉自己特别没骨气 他心里问自己 总这样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呀 于是在当天中午 他一狠心就到村里的药店里 买了两小瓶老鼠药 心里暗自决定 如果这次李振军再刁难我 我就杀死他 然后自己喝药自杀 当天晚上七点左右 十月君带上四把杀猪刀 开着小货车拉着两头猪 来到了二密镇李振军的屠宰点 他把两头猪卸下车来 拿了一把短一点的杀猪刀藏在身上 在附近一家饭店里 找到了正在跟别人喝酒吃饭的李振军 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十月君是满腔怒火 立马又上来 但这次他强忍住怒火 也假装跟过来吃饭一样 凑上钱去跟李振军喝酒吃饭 就这样到了晚上十一点多 李振军和十月君吃饱喝足 从饭店出来准备去屠宰厂干活 不过一出来啊 刚好又遇到了从二密镇干沟村赶来的另外两个个体屠宰户 这俩人呢也受过李振军的刁难 这次过来也是想来杀猪的 但是李振军呢没喝高兴 一看正好又来俩人 就拉着他们三个人 又来到了一家烧烤店 去撸串喝酒 你说你撸就撸吧 喝就喝吧 但这李振军啊还没完 在这个撸串期间 他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 历生历色的问十月君 说小石啊 这回你没有把提前宰好的猪又给带来吧 十月君回答说 没带 没有 但是没想到啊 这李振军不依不挠 接着说 这回啊 你要是再敢带 我还一样收拾你 李振军说完这句话 也没拿正眼看他 自顾自的继续喝酒吃肉 但是他根本想不到 平时不声不响 老老实实的十月君 此时正盘算着如何要他的命 其实十月君早就按捺不住了 好在旁边的另外两个屠夫一直在拉着十月君 他在酒桌上这才强咽下了这口气 就这样 几个人一直吃到了24号凌晨 从烧烤店里出来之后 这李振军也不知道要干嘛 非让其他三个人上自己的车 这三个人平时也都听惯李振军的吆喝了 一听也就乖乖的上了他的车了 十月君呢 正好就坐在副驾驶 然后李振军二话不说 就开车带着他们往村子外边开 在开到二密镇大连川村的时候 李振军突然把车停下 让后座上的另外俩人下车 说自己跟十月君要单独谈谈 那俩人下车以后 李振军又发动汽车 带着十月君又往前开了500多米才停下 停下车以后呢 这个十月君就发现了 李振军在停车以后 转过身 要去后座上拿东西 一看这个动作 十月君立马心慌了 心想这个李振军 肯定也是看自己不顺眼 要拿家伙收拾自己 那么面对身体强壮的李振军 十月君知道 自己如果正面刚 肯定是打不过他 必须先下手为强 想到这儿呢 再一看着李振军的丑恶嘴脸 十月君一狠心 嗖的一声 从背后抽出了那把杀猪刀 二话不说 对着李振军的腹部就狠狠的捅了下去 李振军突然挨了一刀 疼痛不已 他赶紧抓住十月君的手 说软话求饶 意思说以后啊 再也不管你的猪肉了 想在哪杀就在哪杀 钱我也不收了 你饶了我吧 但是此时这十月君 哪还听得进去这些话 他的脑子里 只有平时被李振军欺负的种种场景 他越想越气 也不顾李振军的阻拦 准备抽出刀来 杀死李振军 这个李振军 别看身高体壮的 但他胆小 一看这个十月君的这个颜色 这表情 马上就发现不对劲了 赶紧跳车往后跑 但他毕竟受伤了 刚跑了没几句 直接就跌倒在了路边的沟里 十月君二话不说 追上来 狠狠的对着李振军 是连刺竖刀 最终彻底把他捅死了 之后十月君跳上李振军的车 驶向了二密镇 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可怕的情况 出现了 开车途中 已经丧失李振的十月君 想起了平日里 跟自己有过矛盾的人 还有那些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 他心想 反正现在已经杀人了 横竖都是一个死 不如把仇人全部杀死 然后再自杀 此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 外面黑漆漆的一片 村民们基本上都睡了 半夜一点十分 十月君开着李振军的车回到了二密镇 把车扔在一片小树林里 接着走回去换回了自己的白色小货车 之后他开车来到了二密镇负责简易工作的畜牧站副站长王玉良的家里 来到王玉良家门前 他以给朱简易为理由叫开门 王玉良迷迷糊糊的还没看清外面是谁 就被十月君一刀刺中了胸部 王玉良的媳妇健壮 赶紧大声呼救 可十月君一看 这屋里竟然还有人 于是冲进屋里 又把他媳妇给捅倒在了床上 此时 住在隔壁的王玉良的父母听到喊声 也相继跑过来 但都被十月君埋伏在门后给活活捅死 十月君此时满脸是血 他坐在门口冷静了几分钟 正准备从王玉良家走的时候 遇到了从隔壁赶来的王玉良的哥哥王玉洪 十月君一看 这来的正好啊 于是他躲在门口没动 等到王玉洪进屋的时候 突然冲上前来 把刀伸过去 要捅进王玉洪的胸部 但是好巧不巧 因为用力太大 方向又没找对 这把刀呢 竟然被他折断了 没捅进去 于是王玉洪赶紧扭过头来 跟十月君扭打在了一起 扭打过程当中 这个十月君一不小心 还把自己的大腿给划伤了 杀猪刀掉在了地上 而趁着这个间隙 王玉洪马上转身往外跑 十月君见状 在后面起身也紧紧追赶 那么王玉洪最终 有没有逃脱十月君的追杀呢 此时已经变成杀人狂魔的十月君 接下来又会干出什么样的可怕的事情呢 别急 稍后下节咱们接着说 在上节咱们说到 因为生猪屠宰和检疫费用 让十月君和李振君之间 产生了诸多纠纷 十月君无法忍受这种剥削 再加上他对李振君的为人一向不满 种种不良情绪积压之下 让他对李振君动了杀心 而在杀害了李振君之后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打算杀死所有跟自己 有过节的仇人 于是首先 他杀害了负责检疫工作的 畜牧站的副站长王玉良 并接连杀害了王玉良的妻子和父母 然而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王玉良的哥哥王玉红也来了 并且很快和十月君扭打在了一起 要说这个十月君 到底是个普普通通的屠夫 杀猪很擅长 但杀人就差那么一点了 在扭打的过程当中 非但没有把王玉红杀死 反而把自己的大腿给划伤了 王玉红健壮赶紧逃走 十月君紧紧追赶 但奈何他这大腿被自己给划伤了 最终还是没有追上 此时的时间大概是半夜1点40 十月君冷静下来 仔细盘算着接下来要去杀谁 首先他想到 在柳河县的三元浦镇 有一个十几年前的仇人 在17年前 刚刚成年的十月君 还没开始做杀猪的生意 一个人在外面瞎混 有一次在三元浦镇 他饿得不行了 就来到了村子里 一个叫于红勇的人 开的小卖铺 想偷个面包吃 结果还没到手 就被人发现了 于红勇当时反应很强烈 用打鸟的火药枪 一枪击中了十月君的腹部 这一枪打下去 导致有几粒枪杀 一直留在了十月君的肚子里 他因此一直记恨在心 而直到今天 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为到三元浦镇的路上 正好路过自家所住的通沟村 他又想到 村里的刘国华和王刚 也是自己的仇人 首先刘国华 刘国华家是开小卖铺的 刘国华的小卖铺呢 在之前一直是从十月君这进货 卖十月君的猪肉 但三四年前的一个中秋 他的猪肉刚好卖完 没法给刘国华的小卖铺进货了 这引起了刘国华的妻子 曹德勤的不满 他认为一定是十月君贪钱 别人多给了一点钱 他就故意不给自己留猪肉 那打那开始 这个刘国华家的小卖铺 就再也不在十月君这儿进猪肉了 这件事呢 给十月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至于那个叫王刚的 是因为十月君以前帮他杀猪 王刚呢喜欢赦账 最后赦了四千多块 一直没还 后来十月君找他要钱 但是他非但不给钱 还把十月君打了一顿 这让他怀恨在心 于是在半夜两点钟 他先是开车回到了通沟村的家里 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妻子和孩子 扭头出了家门 正式开始了他的屠杀之路 他迅速来到了距离自家 只有二十几米远的刘国华的小卖铺 此时刘国华还没睡 他走进店里买了四袋面包和四瓶饮料 在刘国华往外送他的时候 他突然从兜里掏出杀猪刀 转身刺中了刘国华的胸部 屋里刘国华的妻子曹德勤看到之后 惊恐的大声喊叫 十月君二话不说 窜进屋里 对着曹德勤也连筒竖刀 最终夫妻二人双双毕命 半小时以后 十月君又来到王刚家 此时王刚已经睡了 他以请求王刚帮忙杀猪为理由 骗开了房门 十月君进屋 趁王刚坐在炕上穿衣服的时候 突然掏出刀来 对准他的腹部 狠狠的刺了一刀 这个王刚身体素质比较好 他拼命的抵抗 没让十月君再捅第二刀 俩人顺势扭打成了一团 但这个时候 十月君并不想恋战 因为他的心里还惦记着别的事 什么事呢 很简单 相比于王刚 他更想杀死的 其实是三元普镇的于洪勇 于是为了抓紧时间赶到三元普镇 十月君就放弃了杀死王刚的念头 转身直接跑出了屋外 凌晨三点左右 他来到了三元普镇于洪勇的家里 谎称自己在歌厅打架 把人捅伤了 想借点钱逃走 以此成功的把门片开 像之前一样 趁着于洪勇不备 他突然抽出刀来 刺向了对方的胸部 于洪勇捂住伤口 一边跟他撕打 一边让媳妇快跑 然而十月君已经两眼通红 挤刀下去 于洪勇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之后把他活活掐死了 撕打当中 十月君的刀掉在了地上 他来不及找 跑到屋外的车上 又拿了一把新的刀返回屋里 要杀死于洪勇的孩子和妻子 但很快他发现 于洪勇的妻子 已经躲到了另一间屋里 而且还把门上了锁 并且明显的听到 对方正在打电话报警 丧心病狂的十月君 用胳膊肘把玻璃砸碎 一刀挥下去 砍在了对方的脸上 之后他生怕耽误时间 被警察抓住 于是迅速回到车上 准备回到村子里面去自杀 而这个时候 天也快亮了 十月君开车 来到柳南乡京阶店公路立交桥 在这把车停下 掏出手机扔在路边 然后把两小瓶老鼠药打开 倒进了之前买的一瓶饮料里 之后他继续开车 回到了通沟村 把车停在村口路旁 在车后座上 拿出一件黄棉袄穿在身上 用一个车座套把面包和饮料 以及剩下的两把杀猪刀等等物品包上 在最后一丝黑暗的掩护之下 钻进了通沟村南山的玉米地里 另一边 9月24号凌晨3点左右 通化市警方接到报案 通化县二密镇畜牧站的副站长 王玉良一家四口被人杀害 报案的是住在附近的医护村民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在调查中发现 二密镇屠宰点的李振军也不见了 之后4点左右 警方在二密镇梁殿的门口 找到了李振军的车 车上有血迹 继续搜查 在不远的路沟里 发现了李振军的尸体 而在这个时候 警方又接到了柳河县的报案 柳南乡通沟村的刘国华夫妻被杀 王刚受伤 三渊浦镇的于洪勇被杀 妻子徐洪艳受伤 最终根据伤者王玉洪 王刚和徐洪艳的指认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就是石岳军 在锁定嫌犯之后 警方连夜对所有公路要道 所有铁路车站设卡堵截 抓紧布控 同时警方成立专案组 划定柳河通话两个县 及下属的二十多个臀 作为侦查范围 印制嫌犯的照片 及悬赏通告 大量张贴在柳河县的大街小巷 对提供线索者 公开悬赏十万元 同时因为案件十分恶劣 石岳军直接被警方认定为 A级逃犯 在另一边 钻进玉米地的石岳军 仍然在潜伏着 此时他的怒火已经消耗殆尽 自杀的念头也已经随之散去 可是罪行已经犯下 他又不能回去 只能在这山上的玉米地里耗着 就这样生生耗了一天 一天下来 四袋面包和三瓶饮料 都被他干光了 唯独剩下那瓶混着老鼠药的饮料 他一直没敢喝 但他这饭俩 四个面包肯定是不够的 挨到当天晚上 他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就悄悄的走出玉米地 往山上爬 最后他来到了 在通沟村南沟里山上的 一个叫做延洪路家的空房里 这栋空房 本来是人家为了方便上山勘地 上山放牛 而在山上建造的 此时石岳军因为案发 一家人都没敢上山 所以这栋房子里面是没有人的 石岳军撬开窗户钻进屋里 然后把门窗都用绳子绑好 防止被人发现 后来他在这待了足足两天 两天里 把人家屋子里能吃的东西全都吃了 甚至连斧子瓣和镰刀瓣 都给当成柴火烧了 但在26号下午 也就是两天之后 石岳军在这屋里 突然听到有人上山来搜山了 他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安全 但他又不想自杀 他觉得还有几个仇人没杀干净 这其中大多是之前欺负过自己 或者打过自己的同村村民 他想彻底报复之后 再解决自己自杀的问题 于是挨到了第三天 9月27号下午 石岳军出发了 他的首要目的是弄点吃的 他沿着山路 来到了南山孙洪莲家的小房子里 想弄点吃的 这个小房子 就跟他之前待的那个 盐洪莲家的房子类似 是为了干活方便 在山上建造的 但来到房前 他突然发现 房子的主人 孙洪莲夫妇 竟然也在房子里 这夫妻俩 本来应该也像 盐洪路家那样 打算过两天再上山 但老两口舍不得 让山上的牛饿着 就上山来喂牛 结果正好 被石岳军给撞见了 此时孙洪莲也看到了 石岳军 赶紧上前求饶 这石岳军呢 其实也没想干什么 本来他也很吃惊 就问孙洪莲说 有没有吃的 孙洪莲一听 赶紧给拿了几个馒头 拿了一些榨菜 但石岳军狼吞虎咽的 吃饱之后 却突然想到 孙洪莲夫妇 有可能会报警 于是马上掏出刀来 杀害了孙洪莲夫妇 很快 当天下午5点 警方接到报案 柳南乡通沟村的村民 孙洪莲夫妇 在山上的小屋里 被杀害了 警方勘察现场 发现了馒头等食物 推测案犯很可能是因为饥饿 寻找食物 然后才杀人灭口 而另一边 侦察员在山上 也发现了 盐洪莲家的房子 于是找到盐洪莲 让他去房子里 看一眼 少没少东西 果然发现 屋里的猪油 咸牙蛋等等食物 都被人吃光了 另外 还丢了一双鞋 和一件棉袄 但最主要的是 警方在屋里的一个盆子上 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而恰好 通化市公安局 给居民办理 二代身份证的时候 为所有的居民 都建立了指纹档案 经过详细的比对发现 这枚指纹 正是石月军的 因此百分百确定 这是石月军干的 同时 警方发现 盐洪莲家的炕 是有温度的 这说明 石月军是刚刚走没多久 于是专案组 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在附近的地区 画出了214平方 公里的重点侦察范围 但麻烦的是 柳河县地处山区 这片山地山高临密 当时又是秋季 山脚下的大片的玉米地 密密麻麻 一直延伸到山上 这给犯罪分子 提供了很好的掩体 而且此地地形复杂 侦察面积又广 进山之后 很难辨认方向 所以搜捕工作 可以说是十分艰难的 经过一夜的分析部署 警方为了尽快破案 调集了大量人手 武警吉林省总队 调动1000名武警战士 白山市 辽元市公安局 各出动500民警 通化市公安局 出动2000民警 最终 一支由公安民警 武警官兵 以及民兵预备役 和当地群众 组成的 1万多人的搜捕队 开始浩浩荡荡的 进行大面积的 拉网式搜山 再看另一边的十月军 他在9月27号 杀害了孙洪连夫妇之后 就从山上下来了 他打算潜入通沟村 再去杀一个 多年前的仇人 但下山之后 他很快就发现 公路上到处 都是民警和武警 根本无从下手 于是他只好 原路返回 但是很不巧 当他走到 吕家宝村前的 玉米地的时候 突然看见 两辆警车 从河床那里开过来 他吓得一头 钻进了玉米地 在这儿待了两天 之后在9月29号 半夜三点 他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走出玉米地 翻墙 进入了一个叫做 赵玉福的村民家的房子里 但他并不知道 赵玉福 其实就在 另一间屋里睡觉呢 他在房子里 翻找了一通 没有找到吃的 于是躲在屋子里 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早上5点 早起的赵玉福 准备去空屋子里 拿东西 但刚一进门 就被躲在门后的 石月军 用杀猪刀 一刀捅死了 紧接着 他又把赵玉福的 妻子管玉梅 和孙子赵金凯 全部杀死 但这连杀三人的过程 惊动了隔壁的邻居 刘金平 刘金平拿着木棒赶来支援 趁石月军不注意 一棒打在了他的头上 石月军被打得眼冒金星 但此时他已经杀红了眼 强忍住疼痛 向刘金平连捅了好几刀 直到刘金平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石月军才慌忙逃走 而此时 石月军认为 自己应该已经无法逃出 警方的包围圈了 剩下的仇人 应该也杀不了了 于是 他从背包里 拿出那瓶下了老鼠药的饮料 一口喝下 然后 窜进了吕家宝村 南面的玉米地里面 躺着等死 石月军的直觉 没有错 在杀死赵玉福一家之后 仅仅过了十分钟 警方就发现了 倒在血泊之中的三具尸体 以及奄奄一息的邻居 刘金平 这一下可以说因为这次谋杀 石月军彻底暴露了自己 警方以赵玉福家为原心 缩小包围圈 把原本2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 缩小到了30平方公里之内 30平方公里 上万人的搜捕队伍 全力展开抓捕行动 于是很快 中午12点 仅仅8分钟之后 一名武警战士 就发现在玉米地里 趴着一个人 这名战士上前何时 却没想到对方突然起身 惊慌失措的向远处逃跑 几名武警战士见状 立刻冲上前来 迅速把他摁倒在地 后警确认 他正是石月军 石月军被捕之后 警方意识到 他有可能自杀 于是马上对他进行了药物检查 发现他果然喝了老鼠药了 但石月军没想到的是 他喝的老鼠药 其实剂量很小 根本就死不了 而面对案发现场 发现的指纹等等物证 石月军自知 不能如愿自杀了 就如实交代了自己 作案六起 杀死12人 杀伤5人的全部过程 最终 06年11月25号 吉林省通话市中院 对石月军特大杀人案 进行开庭审理 最终 以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么到这 石月军的案子就说完了 听完整个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唏嘘不已 的确 石月军这样的一个人 在案发之前 确实 就是一名成功人士 在村子里有车有房 而且生意不错 但仅仅是一念之差 因为他的一些不合规定 而造成的小矛盾 导致他对一个无辜的人 起了杀心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无法评价那个李振军 他的所作所为 到底是否合规合法 但毫无疑问的是 事前如命 心眼比真别还小的石月军 却因此误入歧途 最终酿成了大火 无论如何 杀人虽然不一定偿命 但司法公正终将到来 好 这起案件 咱们就说到这 1996年 新年的钟声敲响的前三天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下达了对一伙恶贯满盈的犯罪分子 执行死刑的命令 这是冬日里的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 在北京西郊的某刑场 一群鹤枪实弹的法警 神情庄重的肃立在那里 随着一阵尖力急促的警笛的鸣叫 一流红蓝相见 警灯闪烁的警车 风驰电车般的 就驶进了刑场之中 车门从后面打开了 五个身着 紫红色的球服 魂不附体的罪犯被推下了秋车 死球们步履攀山的 挪向了法警指定的 应该属于他们的那个位置 他们的步子特别慢 似乎在故意的蹭时间 延缓自己的大县的到来 是的 他们太年轻了呀 连执行过无数次任务的发警 都惊奇的看着他们一张张 充满着稚气的脸 这些囚犯当中啊 年龄最大的不过24岁 最小的才19岁啊 这意味着 在一年前 他们刚刚犯下这弥天大罪的时候 其中有的罪犯 刚够法定的成人的年龄 更加令法警们惊喜的是 在这五个年轻的死球当中呢 竟然有两个正直方龄 自容较好的女性 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 如果让他们换上一身 这个时髦的衣服 再佩戴一些精美的首饰的话 让他们走在大街上 或站在流尽一彩的 宾馆饭店的门口 他们绝对是拥有着 很高回头率的 漂亮的都市小姐 然而此时此刻 这一切不过 都是浪漫的想象而已 黑洞洞的枪口 已经指向了他们的后脑勺 法警们的食指 已经搭上了扳机 死神已经抓住了 他们的灵魂 预备放 执行法官 一声令下 随着一阵急风扫落叶 一般的枪响声 五名年轻的死囚 像被狂风 削去了半截的高亮杆似的 齐刷刷的 就倒在了地上 一阵狂风卷起冬日 干燥的黄土 撒在地上的紫黑的乌鞋里 随着他们已经 没有血色的脸上 把他们肮脏不堪的脸 弄得更加的丑陋不堪 枪声 给这起震惊 京城的特大案件 画上了句号 罪犯已经命归皇权 罪恶得到了惩处 耻辱得到了昭雪 正义得到了伸张 但是这个案子 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义愤 给一切富有良知的人们 所留下的警示和思索 却没有丝毫的冲淡 仍然是那样的忧郁 那样的触目惊心 此后的数月中 记者怀着沉重的惊情 以剖析思考为目的 追溯了这起恶性案件的始末 让我们把这个镜头啊 拉回到一年多前的那个 夏天的黄昏 1994年的8月6号的傍晚呢 在北京朝阳区东志门附近的一条 连姻大道上 一个穿着入食 模样青春 约么十六七岁的少女呢 正款款走来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可爱的女孩子 白白净净 圆圆的脸庞 大大的眼睛 尤其啊 是一头乌黑的绣发 哎 还有那优美的曲线 都使得她洋溢着青春的魅力 夏天呢 漂亮的女孩 都是这个都市当中的 一道美丽的风景 这个时候呢 她走在青风拂面的大街上 天边的晚霞 把她的脸映得红红的 她东张西望 边走边溜达 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 好像是在等人 也好像是在找人 她叫陶芳 年龄十七岁 是北京某中学刚刚毕业的 应届的高中生 一个月前呢 她参加了高考 这几天呢 高考的录取分数刚刚下来 她的分数啊 比预想的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呢 总体来说呀 还算是过得去 重点名牌大学不敢奢望 但是普通大学 或许呢 能够录取 和同龄人一样 陶芳呢 是一个富有幻想的女孩啊 她的家境啊 十分的宽裕 父亲呢 是北京某工厂的厂长 母亲呢 是一家商行的老板 在如今的京城 她的父母 无疑 应该都可以归入 大款的行列当中 她是一个独生女儿 可谓是父母 手中的掌上明珠 这就不难想象了 在这个经济条件 优越的家庭 这位俊俏可人的千金 受到的是怎样的宠爱 和呵护了 时装 名表 昂贵的首饰 和寻呼机 这些本属于成年女性的消费品 都过早的装备到了 这个中学生身上 使得她呢 较之同龄女孩啊 过多的享受了现代物质文明的优越 过早的享乐呀 也使得情窦初开的少女 过早的摄入了爱河之中 尽管呢 她才17岁 但是在爱情的履历上 已经填写过了两个男孩子的名字了 第一个呢 是她的高中同学 他们曾经不顾校方的禁令 透透的相爱了 可惜最终呢 因双方对爱情太懵懂 彼此都太草率了 而使这场游戏一般的爱情 估计而终了 前不久啊 这位不安事事 却感情丰富的女高中生 又叫了一位男朋友 是某宾馆的保安 这几天 正焦急的 等待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 她有一些百无聊赖 她的男朋友呢 就常来陪她 频频的约会 多少能够给她排遣一些 紧张高考之后 所惯有的空虚和失落 这一天下午三点多钟啊 她正和自己的男友在家中 缠绵翡策了 突然桌子上的BB机 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这个BB机上 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她赶紧的 跑到对面不远处的 公用电话亭 就去打电话了 电话里面传出来 一个男人的声音 音调有一些轻挑 说了几分钟的话 逃方才知道 对方是一个外号 叫做猴子的人 她记得呀 这是在一个朋友家里面认识的 大名呢 叫做猴灯榜 二十二三岁的年纪 受苦伶仃 一脸猴气 因此呢 得到了猴子 这个绰号 这个猴子呀 并不是一个美男子 女孩子呢 大概不会喜欢这样 尖嘴猴腮的男人 所以呢 初次见面 陶芳对他 没有什么印象 不过 这家伙呀 玩女孩子 毕竟有过人之处 皮厚 嘴甜 之后 又来找过陶芳几次 每次 花言巧语 竟然使得天真的少女 对他萌生了几分好感 虽然谈不上交疑颇深 也算是有几分投机了 现在呢 这位猴哥啊 在电话之中 邀请陶芳 晚上去他那里打台球 那陶芳几乎 为假思索就答应了 他们相约晚上八点 在赵峰市场门前 公用电话亭 那个地方碰头 此刻 走在大街上的陶芳 步入了一个 长长的小胡同里面 在一个 这个小四合院的门口啊 他当当当的 扣向了一扇门 门打开了 露出了一张 更加年轻的娃娃脸 陶芳姐 长着娃娃脸的少女啊 高兴的叫了一声 林杰 你在家呀 我不知道你在不在 是顺路过来看看的 陶芳显得也很高兴 陶芳之所以来找这个 林杰呀 是因为呢 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林杰的父亲 林卫平 正好是陶芳母亲 所在商行的副经理 由于这种关系啊 两个女孩子呢 交往甚密 看上去 林杰比陶芳小得多 白晶的脸上 甚至还没有泛起少女的红韵 明亮的眸子里 闪现着孩童一般的天真和纯洁 他今年呢 刚满13岁 是某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 林杰虽然只比陶芳小四岁 但是无论是形象和情感的经历上 都相去甚远 陶芳成熟 活泼 林杰呢 单纯 文静 陶芳呢 热情 外向 林杰呀 沉默寡言 但是 这并没有妨碍 他们成为好朋友 虽然他们既不是同学 又不是街坊 什么事啊 陶芳姐 这个林杰呀 有一些纳闷的文道 是这样的 有几个朋友 约我晚上出去玩 这几天在家里挺闷的 我也想散散心 就答应他们了 如果你晚上没事的话 就和我们一起去玩吧 哎 这个陶芳啊 很真诚的 就说出了自己的初衷 对于这位姐姐的话 林杰向来是言听计从啊 反正也放假了 晚上在家里也没什么事 哎 他想了想 就同意了 成 咱俩就一起去吧 林杰疏离了一番 自己乌黑的学生短发 换上了新买的连衣裙 穿上高跟凉鞋 语发显得挺挺玉立 秀气俊俏 陶芳呢 情不自禁的夸了一句 林杰呀 你真的是招人喜欢呢 林杰腼腆的笑了笑 两个人一前一后的 就出了四合院 又走了一段路 就来到了胡同口 这时候 陶芳伸手拦住了一辆 下了一出租车 对司机说 去兆风市场 司机点了点头 就示意他们上车了 出租车呀 载着两个少女 绝尘而去 两位天真烂漫的姑娘 在车上有说有笑 十分轻松的 谈论着女孩子之间的话题 甚至呢 陶芳啊 还向凌杰谈到了 将要谋面的 那位猴哥的趣事 然而他们做梦 也没有想到 一个可怕的陷阱 正在等待着他们 阴谋正在悄然逼近 这趟没有任何凶险迹象的约会 将使他们蒙受 多么巨大的耻辱和摧残 他们轻率的决定 将使得他们付出 多么惨重的代价呀 出租车啊 在这个兆峰市场 喧闹而又脏乱不堪的 这个菜摊肉食铺前 停了下来 两个少女下了车 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 街上啊 人寻西攘 散布的情侣 购物的主妇 过路的行人 把这条不算开阔的商业街 塞的满满的 陶芳和林杰 刚在约定的电话亭旁边 就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陶芳 你真准时啊 随着声音 一个中等身材 身体精瘦 竖着一个小瓶头 上身穿着一件 十分惹眼的 花嗝衬衣的男青年呢 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此人正是猴子 猴哥 猴灯榜 他的旁边还站着 一男一女 男的呢 大约二十岁出头 个子瘦高 皮肤白皙 头发很蓬松 显得呢 很斯文 像是一个大学生 而那个女的呢 模样啊 还挺俊俏的 有着打不浪式的披肩发 一袭浅绿色的连衣裙 乍一看 有一点这个大下归宿的风范 可是戏看上去呢 只见这个女孩脸上浓妆艳抹 而厚厚的脂粉呢 也没有遮掩住 满脸的眷色和拽横 尤其是那双大眼睛之中 流露出了一股寒冷 而有凶险的目光 使人不寒而栗啊 她的打扮和形象 让人很难判断她的身份 这是公司的雇员 大叶青年 打工妹 还是三陪小姐呢 陶芳没有来得及细想呢 猴灯榜就大大咧咧的走了过来 哇 陶芳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真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呢 陶芳一听这番话 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笑了笑就说 猴哥 你别老夸我了 真正漂亮的是这位 哎 他指了指 自己身旁的灵杰说 哦 我还没有来得及 给你介绍呢 他叫灵杰 我的好朋友 他爸和我妈 是一个单位的 灵小姐 真是幸会啊 猴灯榜 眉开眼笑 伸出手使劲的 捏着灵杰 纤细的小手 长时间的就不松开 灵杰 有些不高兴 但是呢 又不方便发作 对呀 陶芳 我也给你们带来了两位 新朋友 这时候 猴灯榜 松开手 指着 一直站在他身旁 默不作声的 两位青年说 这位是杨红小姐 她叫 郑文希 哎 都是我的 好朋友 您好 您好 哎 四位新朋友啊 都是 彬彬有礼的 互相握了握手 之后 这个 杨小姐提议说 我们一起 去吃点东西吧 我还没有吃晚饭呢 猴灯榜 马上复合说 好啊 我也没吃饭 怎么样 你们二位 也去吃一点吧 陶芳 灵结 未知可否 随着他们三个人 一起 就来到了这个 赵峰市场的后面的 一个夜市 在一家小饭店里啊 点了几个菜 每个人呢 要了一杯啤酒 在这个 吃饭的过程当中 他们聊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闲话 猴灯榜就说 他最近做成几笔生意 心里呀 特别高兴 就想找时间 出来乐一乐 郑文西 跟着帮枪 吹嘘 跟着猴哥 真是学到了 不少的本事 又赚了钱 又找了见识 只有那个叫做杨红的女人 没有吭声 光顾着 吃酒吃菜 陶芳和他搭讪 问一句 他答一句 通过这个 简单的对话 陶芳就知道了 这个女孩呢 老家在东北 是黑龙江省铁力士人 今年刚刚18岁 但是呢 两年前就来北京闯荡了 现在呢 自己开了一家个体的饭馆 别的他就什么也不说了 他对这个闲聊啊 似乎性质不高 似乎不想让陶芳他们 吃到的太多 吃饭的过程当中呢 猴灯榜啊 一个劲的 给这个林杰夹菜 陶芳和林杰 都是吃过晚饭的了 林杰呢 便对猴灯榜说 不想吃了 不料 杨红 却突然冒出了一句 有你吃的时候 哎呀 这句话说的这个林杰呀 这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几个人呢 一边吃 一边聊 过了一个多小时 杨红去买单了 陶芳还手腕 看了看表 已经快到十点钟了 他们走到这个 小饭店外的马路上 这个时候 路上的行人呢 已经熙熙落落了 一阵晚风吹来 哎 还挺舒服的 怎么样 一起 去玩一会儿吧 这个时候 猴灯榜 满脸通红 喷着酒气 说道 这个家伙呀 显然这个酒量不咋地儿 喝了一点啤酒 就成了红脸的关公了 去哪里玩啊 陶芳就问 去杨红的宿舍吧 他那里既僻静又安静 玩什么呢 林杰问道 打麻将呗 我不会打麻将啊 陶芳姐 咱们还是回去吧 林杰毕竟年纪小啊 心里有点害怕 我走的时候 没打招呼 太晚了回去 我爸妈着急啊 哎 着什么急啊 怎么着也得玩一会儿吧 哪能就这么回去了呢 就玩一会儿 玩完了呢 我们一起回家 我保证 把你安全的送到家 哎 这个 猴灯榜 郑文西 巧舌如簧 劝说这个林杰 正好这时候啊 大道上 开过来 一辆面堤 杨红 伸手拦住了车 还没等这个 陶芳和林杰说话呢 就被他们稀里糊涂的 连拉带推的 就给弄上了车 司机问去哪儿 猴灯榜呢 凶巴巴的说 你就顺着这个道 往前开 到地方 自然会告诉你的 面堤 载着这个 我男女啊 迅速的 就朝这个 东北的方向 开了过去 逃方去过首都机场 看到窗外呢 依稀可变的 道路和景物 他猜想呢 大概是朝 机场的方向去 路啊 越来越黑了 后来 连路灯都看不见了 好像 来到了郊区 林杰 心里害怕极了呀 孩子小啊 就问这个 猴灯榜 到底去哪儿 猴灯榜不回话 问极了 才没好气的说 急什么 马上就到了 大约这个车呀 开了半个小时 随着一阵 剧烈的颠簸 面堤 终于在一排 黑了宫东的平房面前 停了下来 侯灯榜说 到了 几个人 先后就下了车 从一个小门啊 走了进去 逃方这才发现 这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就是郊区农民 自建的那种 简易的四合院 作南朝北 院里呀 一片漆黑 只有三间南房 还亮着灯 猴灯榜在前面走 陶方灵结 就跟着 走进了三间 南房中间的一间 一进门 陶方他们看到 这个屋子里 已经坐了四个人 两男 两女 看到猴灯榜进来 他们也没理会 照常聊天 猴灯榜啊 也没有向陶方 介绍这四个人 只是朝着他们 神秘兮兮的点了点头 别让这个陶方啊 坐在地上 和他们打麻将 陶方看着地下 脏兮兮的 那四个男女 他也并不认识 就说 不想玩了 灵结也说 都快十一点了 咱们快回家吧 再晚了 连出租车都打不到了 这个时候 屋子的原先 坐着的四个人中啊 有个大高个儿 突然 就站起来了 像是 这个泼皮骂街似的 就骂上了 他妈的 摆什么臭小姐的架子 来了就想走 不陪老子玩了够 就别想出这个门 那两个女的 也帮枪 说 是啊 哪有你们这样不懂事呢 来了就走 你们可千万 别惹鳄鱼生气 把他惹急了 可够你们瘦的 两个少女一听这番话 立刻傻眼了呀 直到此时 他们才有所察觉 他们来到了一个 不该来的地方啊 这个时候 那个叫做鳄鱼的 那大高个儿 朝着一个 陶芳 怒了怒嘴说 哎 去那边一下 便把这个陶芳 盖进了东边的屋子里 侯灯榜和杨红 正站在那里 嘀咕着什么 外面屋子 那两个女的 也跟了进来 随手就关上了门 把凌桀 郑文希 和另一个男的 搁在了外面 陶芳正在犹豫之际 只见鳄鱼 突然伸出 他粗壮的大手 对着他的后背 猛的 就击了一掌 文静先弱的 娇小姐呀 哪里能经得住 这个飙情大汉的 这一巴掌啊 一个亮枪 就摔倒在了地上 合灯吧 你们要干什么 陶芳 兴演员争的喊道 干什么 哈哈哈哈 干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猴灯网一阵凝笑 鳄鱼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他给绑起来 鳄鱼拿起 早已经准备好的 一根绿色的尼龙绳 绑起了陶芳的双手 陶芳啊 拼命的挣扎 嘴咬脚踢 旁边那两个女的健壮 也是一拥而上 按住陶芳的手脚 陶芳大声叫骂 袁仙站在一边 冷眼观看的杨红气息败坏 上前使劲的踢陶芳的大腿和腹部 又踩住他乱动的脚 随手就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破布 塞进了他的嘴里 然后又粘上了一层胶布的封条 陶芳手脚被捆 又说不出来话 瘫倒在墙根呼呼的喘着粗气 这个时候啊 在外面的灵结 早已经下得不知所措了 过了一会儿 这个东屋的房门打开了 就见到那大个子鳄鱼气势汹汹 就走了进来 手里拿了一根尼龙绳子 这时候猴灯绑 郑文西也一拥而上 灵结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反抗 就被结结实实的给捆绑了下来 嘴上啊 也被贴上封条 两个无辜的少女 就这样落入了他们的魔掌 两个少女瞪大了惊恐的眼睛 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各位老铁啊 从以上这个过程啊 可以看出了 这完全是一起 有预谋 有组织 精心策划的绑架案 那么 这几个穷凶极恶的歹徒 为什么要劫持和绑架 两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们不得不从这几个歹徒的身世说起 其实天真善良的陶芳 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个甜言蜜语 善于恭维女孩子的侯登榜 以及杨红 郑文希之类 早就是一群 作奸犯客 劣迹招章 带有黑社会流氓性质的犯罪团伙 陶芳 林杰 落入他们魔掌 无异于瘦弱的羊羔 落入了虎狼之窝呀 侯登榜 23岁 出身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 应该说 他的父母和兄长 虽然地位不算显赫 但也都是本分之人 可是 大概由于他是家中的老妖的缘故 父母对他呀 是宠溺有加 使得这个宝贝儿子 自幼就养成了 骄横暴力 冥顽不化的性质 这小子呀 不思上进 书呢 根本就读不进去 初中起上的二年级 就辍学在下 成天和社会上那些 不三不四的人 一起鬼混 吃喝嫖赌 无恶不作 1994年 曾经因非法携带枪支 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5天 其实啊 携带枪支 只是他诸多罪恶当中 在当时仅被发现的一小部分 而此时 他早就是一个杀人越货 负债累累的犯罪分子了 俗话说得好啊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就在猴灯榜 频频作案 混迹于流氓恶势力之中的时候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 他认识了杨红 这是一个年仅18岁的女人 如果我们按照女人 这个概念来看待她的话 她应该是属于那种 被上帝恩宠的女人 因为造物主赋予了她一个相当亮丽的容貌 18岁啊 是一个女人一生之中最宝贵的黄金的年龄了 被誉为花季 与她同龄的绝大多数的姑娘 或者正处于滋滋求学 被考上一所名牌大学而攻读的日子 或者正在工厂里职业学校之中 大饭店里辛勤的工作和学习 或者是商场中的售货员文静美丽的导游小姐 英姿飒爽的女战士 而这位漂亮的杨洪小姐 却与她的同龄人大相径庭啊 她的人生历史啊 虽然短暂 但是过早的却写下了斑斑的劣迹 杨洪啊 出生在黑龙江省铁利市一个工人家庭 在她七岁那年呢 父母离异了 家庭破裂啊 当然是人生中的一大不幸了 对于意志坚强 沉着冷静的女孩子来说 父母离异呢 或许啊 是促使自己走向成熟的契机 而对杨洪而言 家庭的变故 却使得她一下子 坠入了迷茫消沉的深渊 生活当中的空虚和无浊 使她常和那些大男孩混在一起 吃喝玩乐 也不归宿 从中寻求刺激和充实 就在她十二岁那一年呢 一个打她八岁的 自称是她表哥的男人 就夺去了她的真操 杨洪哭过 也闹过 更加恨过 可就是没有振作过 她自称砍破红尘 开始自暴自弃 很快就滑向了罪恶的泥潭 1989年 她母亲呢 跑到北京 开了一个个体的食品店 不久呢 她就以当临时工为名 来到了北京 北京虽然大 就业的机会也多 但是面对一无所长 又不愿吃苦的女人来说呀 幸运是不会降临的 为了生存 为了享乐 她开始就吃上青春饭了 就是卖银呢 这种轻松 而又快意的皮肉生意 使她赚了一笔钱 可惜好景不长 1992年7月4号的晚上 她正在与这个嫖客 坚肃之际 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了 发财梦破灭了 她被出于劳动教养一年 这个时候 她肝满16岁 在劳教所啊 她又被检查出 患有严重的性病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劳教所同意她保外就医 就在保外就医期间呢 她认识了 比她大五岁的侯登榜 两个人是臭味相投 一派集合 很快就打得火热了 之后呢 这个侯登榜 又给杨红介绍了郑文希 还有鳄鱼 朱刚 严寒 周红彦 石小良 杨枣 张丽 陈建 汤帆 宜江等十几个歹徒 他们坑赫一气 狼狈为先 结成了犯罪团伙 其中啊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严寒 周红彦 这两个女流氓 出生于1975年的严寒呢 比杨红大上一岁 她的父母呢 都是北京啊 某大工厂的工人 工作呢 努力上进 都曾被评为 厂级的先进的生产者 可惜 这对夫妇 对他们任性的长女呢 却失之于放纵 使得这个曾经表现 优良的少女 在贪欲和坏人的眼诱下 渐渐的就步入了歧途 1991年 严寒从丰台的某中学毕业之后 考入了北京市的服务管理学校 1992年毕业之后啊 分到了北京 颇有名气的重文门饭店 当服务员 哎 这个 这个饭店的服务员工资啊 并不低啊 每个月 点筒奖金最多的时候 可以拿到2000多元 在那个年代呀 应该说 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来说 这样的收入并不非波呀 但是啊 这个严寒呢 却不知足 经不住五方十色和灯红酒绿的诱惑 开始把黑手伸向那些衣着华贵 一致万金的外宾 金表 金戒指 宝石项链 高档貂皮大衣等 都相继啊 被他偷到了自己的住处 终有一天 他这个黑手啊 被抓住了 全店哗然了 他受到了饭店 所能给予的最高的处分 除名 也就是开除了 从此啊 他丢掉了工作 混迹在这个社会上 1994年初的一天 他认识了郑文熙 很快的就坠入了亲王 是郑文熙把他介绍给了侯登榜和杨红 从此他就正式的落草为寇了 再说这个23岁的周鸿燕 也是这个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 这个女人呢 颇有几分姿色 但是好吃懒做 贪图享乐 注定了他的堕落 他名义上是侯登榜的女朋友 可是早早的就开始通居了 从1994年3月份起 他的肚子里啊 就怀上了侯登榜的孩子 但是这个侯登榜 对他绝对不是专一的 好色呀 是这个侯壳的天性 即使当着周的面 侯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 周呢 也是智若网闻 绝不敢说一个步子 这是一个可悲 也是很可怜的女人呢 却被侯登榜 拖上了犯罪的战车 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 从1992年4月 到1994年7月 这段时间里 这会儿罪犯 在首都北京 频频作案 大肆进行猖狂的 骇人听闻的 抢劫杀人 犯罪活动 抢得大量人民币 日元 美元 以及彩色电视机 录像机 电冰箱 香烟 金银首饰 手表等物品 1992年9月21号 9点多 侯登榜 郑文西 石小良 张力 先后窜至北京 朝阳区的 区北的小街 崇门区 广渠门 立交桥下 抢得北京 东直门医院的职工 康谢 马彦宏 四川省化学 工业研究设计院的 刘波 四川省 成都旅游公司的 杨英 人民币 200元 手表一块 金戒指一枚 金耳环一副 以及银项链一条 歹徒石小良 还持刀 将康谢 刘波 杨英 砍伤 1994年2月27号 21点钟左右 侯登榜 鳄鱼 郑文西 持刀 窜指 崇门区 广群门 立交桥的南侧 对北京市第二制药厂 职工 李国辉 进行抢劫 李国飞 奋力反抗 大声呼救 侯饿二人 分别持刀 猛刺 李国辉的 右腹 腹钩 臀部 李的骨静脉 被刺破 造成了 失血性的 休克死亡 1994年4月20号的深夜 郑文西 朱刚 石小良 窜到 东城区 鼓楼外大街 东侧的 宾河路处 持刀 对中国 海湾建设总公司 职工 梁锡中 西城区 药材公司的干部 李肃荣 进行抢劫 遭到 梁的反抗 郑珠二人 持刀 猛刺 梁的胸部 腿部 致使 梁锡中的胸部 被刺破 伤及心脏 造成了 急性的 失血性的 休克死亡 这一伙 疯狂的歹徒啊 每次作案之后 都是迅速的 逃离现场 给公安人员的 侦破 造成了 极大的困难 而每一次 侥幸的逃脱 都给他们的犯罪 冒险 以更大的刺激 正是在这种 冒险心理 和发财欲望的 驱使之下 他们酝酿了 更大 更险恶的阴谋 就是 绑架 逃方 勒索 钱财 杨红是从这个 侯登榜那里得知 逃方家境的 逃方的母亲 是某商行的经理 侯呢 就推测 这一定是个 百万富豪 而逃方呢 又是 自己父母的 掌上明珠 抓住这个宝贝 哥的 不愁 乍不出 一笔巨款出来 杨红 侯登榜 郑文希 鳄鱼 朱刚 严寒 周鸿燕等人 经过了 精心的策划 制定了一个 周密的 绑架计划 就连作案的 每一个细节 都考虑到了 为了找到 一个理想的绑架 关押人质的场所 他们多次 密谋 彩点 又一同 来到了远离市区 极为偏僻的 九仙桥 安家楼促 租了一处 独立的 农家小院 并且确定 由 侯登榜 利用 与陶方 较为熟悉的关系 将陶方 诱出 挟持到 秘密的地点 他们没有想到 事情啊 竟然 这样的顺利 陶方 竟然这样 容易上钩 至于 至于林杰呢 则纯粹是 陶方 偶然之间 带来的 不在计划之内 但是 他的出现 却丝毫不会影响 原计划的进展 只是 湖口里又多了一只 鲜嫩的 羔羊而已啊 八月的上旬呢 鼠息还没有从京城消退 天气啊 依然是酷热难当 而这个时候 被捆住手脚 封住嘴巴的陶方 却吓得瑟瑟发抖 突然降临的灾难 使他不知所措 大约在他 被捆绑了十多分钟之后 随着门外的一阵骚动 他意识到 大概 灵结也被捆绑起来了 他的心里啊 这时候 涌起了一股 难以言喻的内疚 真不该带灵结来 是自己连累了灵结 正在自己自责之际 这时候 门开了 杨红 也就是那个被同伙们 称作红姐的 年轻女人 走了进来 陶方看到他的脸上 露出了得意和兴奋的神情 和刚才吃饭的时候 那种冷漠 完全是判若两人 杨红款款的 走到陶方的身旁 坐在一只小板凳上 对着斜躺在地上的陶方说 陶小姐啊 委屈你了 真是很对不起 我们这样做 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的朋友进去了 现在需要一大笔钱 而这笔钱 只有你妈才有 所以我和猴哥商量 管你妈借五十万块钱 我们只要二十万 给你三十万 你看怎么样 今天晚上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看着这个年龄 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女人 陶方就觉得 她是一个魔鬼呀 就是一个腰婆啊 她说话的声音 柔软 很好听 再是陶方听得 浑身发麻 她不由得想起了 或许在电影当中 电视剧当中 人质被绑架的情景 没想到 自己竟然成了生活中 这真实一幕的主角了 就在这个时候 门砰的一声 被撞开了 弱小的灵结 被樊简直双手 推了进来 白童们把他们两个人 推到屋子的墙角下 让他们坐在地上 留下郑文希和朱刚看着 其余的人都出去了 郑文希撕掉了封条之后 把他们嘴里塞的布 给抽了出来 给美人嘴里塞了三颗药片 说 这是安眠药 让你们吃了 睡个好觉 开始的时候 郑和朱都不说话 两眼直直的瞪着 陶方和灵结 过了一会儿 他们觉得挺乏味的 便开始玩起牌来 趁他们玩性正浓 陶方悄悄的对灵结说 他们想向我妈妈 要五十万块钱 跟你没关系 你什么也别说 不然 他们会打你的 陶方姐 那咱们怎么办呢 陶方压底嗓门说 别急 咱们两个 抽机会跑 别说话 再说 我抽你们啊 听到两个人 在那里嘀咕 郑文希大声喝斥 他们不敢说话了 大概是安眠药 起到了作用 不大一会儿 两个女孩子 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一觉醒来 已经是八月七号的早晨了 歹徒们既不松开他们 也不让他们洗脸吃饭 整个上午 歹徒们进进出出 不知在忙着一些什么 到吃中午饭的时候 仍然不给他们饭吃 饿得两位少女 鸡肠鹿鹿 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 杨红露面了 她得意洋洋的 打量着两个女孩子 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喊了一句 松绑 把饭端上来 郑文希就把两人绳子 给解开了 朱刚端上来 两碗方便面 杨红故作亲切的说 把你们饿坏了吧 快吃饭吧 吃完了 咱们再说别的 两个女孩子 手啊早就被捆麻了 他们的双手 连碗都端不稳了 但是真的是饿极了呀 狼顿虎咽 风卷残云一般 就把这个方便面呢 连汤都也喝下去了 好了 饭吃完了 咱们该谈正事了 杨红冷冷的笑道 桃小姐 我们的意图 昨天晚上已经告诉你了 考虑了这么久 大概有个答案了吧 如果你和我们痛痛快快的合作 我们绝对不会难为你 很快就会放你回家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合作 那后果我不说 恐怕你也明白 到那个时候 你可别怪我们不讲交情 桃方沉默了一会儿 就说 你到底 想让我做什么 就说吧 好 痛快 这样吧 你给你妈写一封信 我说 你写 杨红随手拿了一个香烟盒 撕开了 交给桃方 就在这上面写 杨红口述 桃方用捆的发麻的手 歪歪扭扭的写下了几行字 妈妈 我现在急需五十万元 要百元旧票 要在三天之内 把钱准备好 三天之内呼我 否则命不保 千万准备好钱 千万别报案 要快 快把钱准备好 写完之后 杨红就把这个纸条啊 给拿走了 随后又命这个郑文西 朱刚 把他们重新给捆绑起来 8月7号的晚上 这是任志被绑架后的 第二个晚上 天色已经黑了 屋里啊 15瓦的灯泡 发着昏暗惨淡的光芒 肮脏潮湿的水泥地摆上 遍地狼藉 一片污浊 再加上 垫盆里发出了臭味 使得这个不足 十平方米的牢房 令人恐怖 令人窒息 晚上这伙歹徒啊 又没有给这两个小女孩吃饭 一天一夜 每个人只吃过一包方便面 两个人饿的呀 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而歹徒们却在外屋 用煤气灶炒菜 滋滋作响 扑鼻的香味 一阵阵的就飘进了屋里 晚上八点多钟 歹徒们就足饭跑了 他们摸着油亮的嘴唇 一起就拥进了 关押陶芳他们的囚事 杨红右手握着一个 白色的塑料管 左手插着腰 迈着脑袋 活向电影当中的女特务 只见她神色怪异的盯着陶芳 吓得陶芳一阵阵的发抖 突然 只听她一阵凝笑 扭头对猴灯榜说 猴哥 这小妞长得可真标致啊 来 把这小妞的衣服 给我脱光 然后 你们上去 跟她玩玩 几个歹徒一听 正中吓怀 陶芳和凌芳却吓得 惊叫起来 红芳 不要啊 千万不能啊 求求你 千万不能啊 杨红礼也不理 朝着几个歹徒 点了点头 你们 跟我来吧 他们就一起 走到了外屋 杨红说 你们 谁先干 猴灯榜 郑文西等人 都没有坑气 停了一会儿 杨红说 我替你们出个主意 你们抽签吧 这样最空正 我拿四张牌 红桃第一 黑桃第二 方块第三 梅花第四 就按照顺序 行不行 这时候 猴灯榜 早就按捺不住了 连声称赞 就这么着 这样公正 还是咱 红姐办法拓 当下 四个歹徒 就在女流氓 杨红的缩使下 进行了文明史上 最肮脏 也是最无耻的抽签 决定 轮奸的顺序 结果 郑抽的是红桃 猪钢黑桃 鳄鱼方块 猴灯榜 梅花 歹徒们 一阵狂呼 兴高采烈 之后 几个欲火分心的歹徒 急匆匆的破门而入 扑向两个 奄奄一息 毫无反抗能力的少女 一阵阵 令人颤力的哭就声 惨叫声 深吟声 伴随着歹徒们 疯狂的喘息声 奸笑声 清晰的 断断续续的 从门缝之中 就传了出来 而只有一墙之隔的外屋 却坐着 三个与两个少女年龄相仿的女人 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已经有身孕的周红彦 面对着自己的男朋友 纵情的发泄着受欲 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依然 谈笑风生 三个女人呢 一边悠闲的抽着烟 吐着烟圈 刻着瓜子 一边欣赏着 礼物传来的惨笑 和宁笑的伴奏 是那样的轻松 那样的惬意 老铁啊 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有思维 有智慧 有感情 有廉恥之心 他们有的却只是动物的本能 他们已经坠入了如毛淫血的动物的行列 他们是一群野兽 是一群兽性大发 丧尽天良的 凶猛的动物 而坐在外面屋里的 则是三个 冷酷 可怕 连动物间的排心里 都不曾具备的母兽啊 这天夜里呀 呆徒们交替的 轮肩了两名少女 蹂躏时间 长达两个多小时 夜里两点多钟 银心荡漾的猴灯榜 再一次强奸了陶芳 灵结二人 夜幕虽然掩盖了他们的丑态和肮脏的躯体 但是冥冥之中 却有一支铁笔 记下了他们不可饶恕的疯狂和历历的罪恶 有道是善恶到头 终有报 多行不义 必自毙啊 8月8号的上午 杨红进来 把陶芳这个双手就给松开了 给了他和灵结 每人一碗稀饭 饭后 杨红命令陶芳再写一封短信 信中的内容 与头天下午写得一模一样 写完之后 杨红就问陶芳 你家里现在有人吗 我妈妈全天在商行上班 我爸爸下午四点钟上班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下班 那好吧 现在我要借你家的钥匙用一下 杨红说完 就从陶芳的昆包里翻出了一串钥匙 朝陶芳亮了亮 还得意的甩出了一阵响声 随即下令说 郑文西把他们两个接着给我捆起来 捆结实了 别让他们跑了 郑文西猴灯榜一起动手 分别把陶芳灵结给捆上 让他们两个背靠背的坐着 又找来了一根粗的绳子 从中间牢牢的给二人捆死 之后几个歹徒就到院子里去了 杨红给大家做了分工 他本人和侯登榜 郑文西 朱刚四个人去陶芳的家中 留下严寒 鳄鱼和周红彦 看守两名人质 咱们划分两头啊 且说杨红四个人 打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位于东城区 某胡同的陶芳的家中 陶家住的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 歹徒们到达的时候 是上午十点多钟 这个院子里啊 静悄悄的 侯登榜先去敲了敲门 没有应答 杨红就掏出了钥匙 打开了大门 留下郑文西 在门口望风 三个歹徒溜进了陶家 翻箱倒柜的找东西 陶家呀 确实啊 挺富有的 从这室内的陈设 装潢和电计划的程度可以看出 但是歹徒们呢 并不想拿东西 采电 音响虽然好 可是目标太大了呀 他们只想找钱 但是翻遍了抽屉 只翻到百元大票五张 时间紧迫 歹徒们不敢久留 就随手的拿走了一枚戒指 一台单放机 一台CD机和四个CD盘 外加吹风机 望远镜 化妆品 PP机发票 以及逃方的户口本等物品 随即仓皇逃离 大车跑了已有两公里 杨红才突然想起了 一件大事啊 哎 今天主要来 是给陶方他母亲 送那封信的呀 不想啊 慌忙之中 把这事给忘了 于是又命这个司机倒车 又回到陶家的门口 猴灯绑下车 把陶方的信 放到陶家的写字台上 再说杨红等人走后 屋里只剩下严寒 鳄鱼 周红彦丧人 待了一会儿 鳄鱼到另一间房子里 去做方便面 孕妇周红彦 在中间房子休息 只有严寒 看着陶方 灵结 严寒呢 好像也很疲劳 他靠在这个椅子上 背朝着他俩 正在打盹 趁此机会 陶方和灵结 相互悄悄的 把对方手上的这个绳索呀 就给解开了 严寒呢 毫无察觉 他们两个 从地上爬起来 陶方顺手从汤台上 拿起了一把匕首 灵结 则一把揪住严寒的头发 猝不及放的严寒 吓了一大跳 他本能的 大声喊叫 救命啊 救命啊 这个喊动声 就惊动了鳄鱼和周鸿燕 两个人飞快的就跑了进来 鳄鱼伸手去抓陶方 陶方手中的匕首顺势一挥 把鳄的手啊 就划开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之流 鳄鱼气急败坏 仗着绑大腰圆 就像鳄虎扑石一般 一下子就把陶方扑倒在地 与此同时 周鸿燕和严寒 也把灵结压在了地上 严寒怒气冲冲的 爬了起来 拿着一把尖刀 罩着陶方的大腿 连扎三刀 顿时鲜血淋漓啊 那边呢 周鸿燕也恶狠狠的 抽了灵结几个嘴巴 接着 把他们二人 重新给绑起来 堵上了嘴巴 三个歹徒 轮流的用高跟鞋 塑料皮管 毒打两个女孩子 直到打累了 这才停手 中午的时候 杨红猴灯榜等人回来了 鳄鱼迫不及待的 对着杨红说 他们两个想逃跑 把我的手给扎了 严寒说 还把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杨红一听这番话 眼里就像冒出了火呀 脸色阴沉的可怕 他一句话没有说 轻轻的走到陶芳的身边 用锋利的刀尖朝着他的身上滑去 陶芳淡绿色的上衣被划开了 洁白的丝制的短裙也被划开了 随后杨红这个魔鬼般的女人 扔下匕首 双手抓住被划开的衣裙的口子 猛力的撕扯 顿时 陶芳身上的衣服却全部的撕碎脱落 他全身赤裸 露出了丰满光洁的洞体 接着杨红脱下自己脚上的鞋 歇斯底里的抽搭着陶芳的上身和臀部 一边打一边还叫 我让你跑 我让你跑 你还跑不跑了 那边瘦弱的灵结 也被歹徒扒光了衣服 肆意的凌辱和毒打 打的两位少女在地上扭曲成了一团 为了掩盖叫骂和毒打声 他们把屋子里的录音机开到了最大量 两个少女在他们的皮边棍棒下 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天晚上四名歹徒 再次以抽牌决定先后的方式 轮肩了两名少女 至此备受摧残的少女 已经神志模糊 8月8号下午两点多钟 正在为女儿突然失踪 而忧心如焚的北京某商行经理张春兰 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 你女儿现在在我们手中 请你凑齐50万元 三天内来赎人不许报警 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你的女儿 请问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三天之内必须凑齐50万元 记住只有三天 要钱可以 只求你们千万不要伤着我女儿 张春兰在电话里几乎快哭出来了 放心 只要交钱 我们不会动他一根毫毛的 那好 我怎么和你联系 到时候我们会呼你 你要是找我们可以传呼你女儿的呼吸 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这个神秘的电话正是杨红打的 罪犯终于露头了 张春兰心里着急啊 早已经没有一点上班的心思了 匆匆忙忙的就往家里赶 打开家门一看 发现家中遍地狼藉 许多物品被盗 又看到了罪犯留在桌子上的勒索信 这位很有主见 又懂得一些法律知识的商行女老板 没有理睬歹徒的威胁 立即到派出所报了案 东城公安分局领导 十分重视这起特大绑架勒索案 局领导和刑警大队侦察员们认真的就分析了案情 一致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敲诈数目巨大 性质极为恶劣的绑架勒索案 在首都北京发生这样的重案 说明犯罪分子的气焰有多嚣张 必须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 据领导确定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智勇双全的侦察员王岩 负责指挥侦破此案 在王岩的指挥下 刑警一对干警 迅速的展开了激烈 而又周密的侦察工作 一方面集中力量 全面调查陶方的接触人 和陶家的社会关系 一方面让张春兰与案犯 不间断的保持联系 并且布置了专线的电话局控制 确认并锁定罪犯 所使用的电话的位置和号码 8月9号下午和晚上 逃放的母亲张春兰 多次寻呼杨红 一直没有接到回话 据分析可能是罪犯 担心公安人员的布控 尽量扫回电话 直到很晚才接到一个电话 是杨红打过来的 张春兰对他说 钱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我必须听到我女儿的声音 证明她还活着才能付钱 杨红简短的说 可以考虑你的要求 具体什么时间再通电话 我呼你 当天晚上 杨红就和猴灯榜商量 用微型录音机 对陶方讲话 进行录音 准备次日在电话当中 放给张春兰听 8月10号 上午8点多钟 杨红带上这个微型录音机 在一个公用电话亭 给张春兰不同的电话 可能是这个录音的效果并不好 也可能是电话传导不好 张春兰根本就没有听清楚 自己女儿的声音 于是他固执的对杨红说 我必须要和我女儿直接通话 哪怕说一句话也行 否则我不能给钱 这杨红猴灯榜等人无奈呀 又回到住处 眼看事情就要成了 不让陶方和他母亲通话 就拿不到钱 就会前功尽弃 功亏一亏 郑文西就说 就让陶方去和他妈说一句话呗 说句话他又不会飞了 于是呆徒们商定 压着陶方去打电话 杨红来到关押陶方和林杰的西屋 对陶方说 跟你妈联系好了 她已经准备好了50万元 但是要亲耳听到你的声音 才能交钱 我们决定带你去给你妈打一个电话 你要好好配合 直到这个时候 这个恶魔般的女人 才想起让严寒 找来一套衣服 给陶方穿上 自从他把陶方的衣服撕烂折后 陶方一直都是一丝不挂 穿好了衣服 杨红严寒 朱刚驾着陶方 走了很远的一段路 来到了公路边的一个小外部 这里呢 有公用电话 杨红拨通了张春兰的电话 说道 现在你女儿和你通话 说话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 然后他用这个手啊 就把这个电话听筒给捂住了 对陶方说 你说你挺好的 问你妈想不想你 若想你就赶快把钱给准备好 陶方接过话筒 气不成声的说 妈妈你想看见我吗 想看见我 就赶快准备好钱 来救我 这个时候 陶方看到杨红 一个劲的 拿眼睛瞪他 马上又接了一句 我和凌杰在一起 红姐对我们挺好的 杨红一听就急了 一把夺过话筒 不能说了 超过一分钟了 别信你女儿的 凌杰根本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你已经和你女儿通话了 我们说话算数 希望你也不要食言 要是骗我们 这辈子也别想再见你的女儿了 他气势汹汹的说着 猛的就扣上了电话 回到关押地之后啊 杨红啊 劈头盖脸的 就给陶方寄进耳光 你找死啊 谁让你在电话里提灵结的 谁让你提红结的 打完之后 就让猴灯绑朱刚他们 把陶方灵结又给绑了起来 这天下午啊 几个歹徒一直是鬼鬼祟祟的 好像在紧张的密谋着什么 下午四点钟 杨红呢 给张春兰打了电话 要他下午五点三十分 在公主坟 城乡贸易中心南门外 见面交款 东城公安分局的刑警 一队的刑警啊 紧急出动 迅速的就赶到现场蹲守 然而时针已经指向六点钟 仍不见案犯的踪影 等到六点半的时候 案犯几乎张春兰 称交款地点 改在崇文门的饭店 时间是七点钟 只有半个小时了 警警们呢 有几本崇文门饭店蹲守 但是案犯始终没有露面 干警们又铺了一个空 十分的焦急 晚上八点多钟 张春兰又接到案犯的寻呼 他用大颗大回了电话 是猴灯绑接的 猴让张八点半赶到大北摇礁前 时间紧迫 而且堵车 张也担心罪犯们 再使用金蝉脱鞘之计 让警察曝空 便谎称心脏病犯了 不能按时赶闹 我们能不能改个时间 猴灯绑 态度蛮横的回答说 不能改 于是便把电话给挂断了 其实啊 此时猴阳二人 正在崇文门附近 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 蹲守的便衣 但是狡兔三窟 还是多了一个心眼 临来的时候 很兵分两路 猴阳到崇文门 朱刚 郑文西 去北大摇 按照计划 去公众坟 城乡贸易中心的 那个是烟幕弹 北迷魂镇 去崇文门饭店 是第二套方案 去大北摇 是第三方案 猴阳二人呢 毕竟是做贼心虚 心想 万一真有警察伏击 将朱正二人给扣住 他们还可以来一个 三十六计 走为上进 由此 也可以 见到二位犯罪嫌疑人 他们阴险 虚伪和歹毒啊 回绝了张春兰的电话之后啊 侯阳二人打出租车 去大北摇 接上朱刚 郑文希又一起返回了九仙桥 这个时候 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钟 侯登榜一伙人正在行驶的出租车上 突然 杨红腰间的BP机 又急促的响了起来 是张春兰打来的 车子在九仙桥附近停下之后 杨红立即给张回电话 张问现在到哪里交款 杨红没好气的说 这事今天算了 太晚了 明天再说吧 张带着哭腔说 不行 我想马上见到孩子 今天一定要交钱接人 两人在电话之中啊 纠缠了好一会儿 最后杨红沉沉沿了一会儿说 那好吧 今天晚上十一点半 地点在朗家园一路公共汽车站 好 一言为定 不见不散 张春兰放下了电话 原来啊 他是按照刑警的要求做的 因为根据分析 今天已是两名人质 被绑架的第四天 如果再不解救出来 将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于是 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高度负责的刑警 果断做出了主动寻呼的决定 杨红猴登榜回到了住处 杨红满头大汗 脸色阴沉 苍白 他喝了一口水 对严寒和鳄鱼说道 待一会儿 还要出去 之后 他吩咐 猴登榜和朱刚 把陶芳灵结的双手双脚 都反绑起来 脚上的绳子和脖子上的绳子 又拴在了一起 人呢 整个成了弓形 躺倒在地上 不时的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接着 又把他们两个人的绳子 连在了一起 从中间穿过了一根粗木棒 猴登榜示范说 如果要杀他们 就从中间抬起来 勒在两个人脖子上绳子 就会因两个人体重 而下坠勒紧 顷刻之间 他们就会窒息而死 歹徒们又重新分工了 杨红说 他亲自取接钱 猴登榜让严寒和郑文希跟着去 他自己和朱刚 鳄鱼 周红彦 留下看守人质 他们商定了通报情况的暗号 如果传呼机显示三个六 表示一切平安 如果显示三个七 就立即把人质给杀死 如果显示三个八 就是已经拿到钱 正在返回 杨红说 如果夜里十二点半之前 既没有熏呼 又不见我们回来 就该杀的杀 该埋的埋 事后你们也赶快就逃吧 这个时候啊 时针已经指向了夜里的十一点钟 杨红抽完最后一口香烟 把烟蒂狠狠的扔在了地上 又用脚蹭了一蹭 显然呢 就是电影当中常见的女土匪司令那样的派头 只见他把手朝着严正二人一挥 说道 时间不早了 咱们走 就头也不回的走出了院门 三个人呢 走得急冲冲的 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杨红等人走后 侯登榜 朱刚等人又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流氓威胁的活动 这个时候 陶芳已经被歹徒们折磨的昏迷了过去 灵杰的神志稍微清醒一点 他的胳膊被绑得太紧 脖子也被勒得喘泊气来 他痛苦的挣扎了一下 便被正在看守的歹徒朱刚发现 朱刚走过来 恶狠狠的踢了灵杰一脚说 不许动 再动 我先杀了你 灵杰的嘴被堵住了 没有办法说话 他吓得连连朝朱刚摇头 看着灵杰那娇弱可怜的模样 这个野兽一般歹徒 银心大发 他出去 找来一瓶二锅头的酒瓶 竟然将酒倒入了灵杰的下体 灵杰疼得流出了眼泪 而这个丧心病狂的淫贼 却露出了开心的宁笑 人世间呢 有什么比这更下流更龌龊的丑行 还有什么比这更无耻更暴虐的摧残呢 与此同时 一辆夏立出租车正急速的行驶在京郊的公路上 刺眼的光柱滑破了夏夜的夜空 万类聚集的田野当中掠过了一阵令人心颤的轰鸣声 出租车的司机的右侧 坐着瘦长脸的郑文希 他的脸色因紧张和害怕 语发显得阴森可怕 右手插在裤兜里 手上紧紧的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随时准备应付 突然出现的不测 后排座上 坐着女魔王杨红和女煞星严寒 他们从一上车就沉默不语 两个人都闭着眼睛 仿佛昏昏欲睡 其实此时此刻 他们哪里有半点睡意呢 特别是杨红 心里更是十五只吊筒打水 七上八下 他暗自私存 此行凶急如何呢 陶芳的妈妈 真的是那样听从百步吗 真的是那样值得信任吗 万一他报了警呢 可是转念一想 不会的吧 他的女儿还在我们的手上呢 除非他 一路上就这样胡思乱想 随着一阵轻微的刹车声 汽车缓缓的滑行了一段路 就稳稳的停在了路边 司机说 到了 趁着郑文熙和司机说话了道 杨红环视了一下车窗外面的环境 他认出了 这是真知路正对着朗家园的路口 白天这里啊 人声鼎飞 车水马龙 此时此刻早已经是行人料料 只有高高的路灯 发出明亮的橘黄色的灯光 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 路边呢 还有一个简易的售货亭 也亮着灯光 似乎在招揽着午夜最后的顾客 杨红让出租车停在原地 不要离开 郑文熙和严寒也不要下车 他的本意呢 是一旦接到前车后 就立即驱车逃顿 杨红提着昆包下了车 尽管他的心里忐忑不安 脸上却做出了一副 若无其事的神态 还装模作样的在车门口伸了个懒腰 做出长时间坐车之后活动腰肢的动作 趁此机会 他把周围的环境再次打量了一番 一眼就瞟见了一路公共汽车朗家园站的站牌下 站着一个中年妇女 这个妇女手中抱着一个黑色的提包 正在焦急的东张其望 这个妇女的周围空无一人 杨红确认没有任何跟踪和伏击 砰砰做跳这个心脏啊 才踏实了不少 杨红走过马路 不慌不忙的 就走到这个售货亭旁 买了一包万宝炉的香烟 从中抽出一只点燃 深深的吸了一大口 然后才漫不清兴的朝着公共汽车站走了过去 这个款款而来的年轻陌生女子 同时引起了逃房母亲张春兰的注意 他判断 这很可能是绑架团伙 派来接钱的人 但是为了不至于冒失 他镇静了一下情绪 没有主动搭讪 看看对方是如何反应 只见那个女子走进战狼之后并不答话 甚至没有正眼的看自己一眼 陶母啊 上下的打量着这位看上去挺俊俏的姑娘 她的穿着打扮都很不俗 右肩上随意的挂着一个精致的昆包 长长的披肩发 更给她增添了几分妩媚和靓丽 她的风度差点是张春兰动摇了自己的判断 就在张春兰思虑之际 身边这个年轻女人说话了 她目不邪视 似乎在和另一个人说话 声音音冷 而又低沉的说 你是陶芳的母亲吗 是 我就是陶芳的母亲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 这个时候 神秘的女子才转过脸来说 好 我是来接钱的 你跟我走吧 说完 她头也不回的沿着原路向回走 张春兰指责赶紧抱着黑色的蹄包 跟在她的后面 过了马路啊 走了不到二十米的距离 张春兰就看到了路边的出租车 杨红既不回头 也不说话 走到车前 以命令的口吻说 上车吧 张春兰一愣 上车干嘛 去哪啊 别啰嗦 上车里说 我可以把钱给你 但是不能上车 张春兰坚持己见 就是不上车 这时候 杨红急了 刚才那温温尔雅的淑女形象 顿时荡然无存 他一把揪住张春兰 就往车里推 嘴上还大声的喊叫 严寒 郑文西还不快过来 给我帮忙 把他给我弄进去 郑炎二人 闻声而下 像恶狼一样 扑向势单力薄的张春兰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 早已经在此设伏的行警队员 如神兵天降 迅速的将三名罪犯 给包围起来 怒吼声响彻了夜空 不许动 刚刚还张牙舞爪的杨红 顿时呆若目击 只有郑文西 狗急跳墙 一看情况不妙 反身窜回到了车上 威逼司机开车逃窜 那只那个司机啊 早就吓得 昏飞魄散了 手啊 嘚嘚嘚嘚的 连电门都打不着了 警警队员 见到郑 负与顽抗 不由分说 一把就将他从车里面 给拖了出来 像死狗一样 给摔在了地上 涉于我刑警人员的威严 和灵力的攻势 犯罪心理防线 顷刻之间崩溃 表示带领刑警 立即前往九仙桥 解救人质 此时已经将近十二点钟 以临近罪犯约定的 杀死人质的最后时间 迫在眉睫 刻不容缓 警车加大油门 风驰电车的一般 向北驶去 在九仙桥 罪犯驻地 猴灯榜等人 眼看着时针 越过了十二点钟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坐立不安 猴的眼睛死死的盯着穿呼机 可是没有半点的声息 他预感到了凶多吉少 边跑到院子里 把一口深水井的井盖打开 准备将人质杀死之后 抛尸井内 十二点二十分 猴灯榜走进屋里 对负责看守的朱刚说 井盖弄好了 我看杨红那边情况不妙 咱们动手吧 朱刚说 你别管了 我动手 你们五分钟之后 进来收尸 猴灯榜就出去了 朱刚便动手把绳索打上死结 分别套上桃方和灵结的脖子 把粗木棒别了进去 千军一发之际 只听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 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 而又纷乱的脚步声 随着剧烈的壮门声 王岩 张震宁 朱建军等八名刑警 破门而入 冲进院内 猴灯榜 鳄鱼 朱刚 剑壮 大惊 纷纷操起凶器 企图反抗 可哪里是我方 武艺高强的侦察员的对手啊 清洁一两个回合 这会疯狂至极的 银匪就被打翻在地 刑警们又冲进西侧的小屋 将早已奄奄一息的两位少女 抬上警车 迅速的送往天坛医院抢救 至此 这起持续五天 令人震惊的特大绑票案 终于被破获 其名罪犯无一漏网 此后 该犯罪团伙 其他参加过 抢劫杀人犯罪分子 也相继落入了法网 在京城 猖獗一时的 这个犯罪团伙 终于土崩瓦解 陷入了灭顶之灾 1995年12月23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做出了终审判决 对犯有绑架勒索罪 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的杨红 侯登榜 郑文熙 鳄鱼 严寒 五名罪犯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犯有绑架勒索罪 抢劫罪 和故意杀人罪的 朱刚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对犯有 故意杀人罪 绑架勒索罪的 周鸿燕 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抢劫杀人犯罪 团伙的其他罪犯 也分别被判处死缓 无期和有期徒刑 几天之后 就出现了一开始 给大家讲述的 在刑场上的那一幕